賴清德跟徐甄衛 華臉縣長 到底徹底多少人 三千 八千 三千 八千 三千 我知道是八千 這也能夠來回六次 我覺得賴清德也太那個了 這不是什麼懸殊研討會 這樣做 因為任何事情 我都會想 如果我在那個場景 賴清德問縣長 你們要徹底多少人 他三千 我的資料是八千 那我這時候我會問旁邊人說 我們知道有沒有問題 先撿好自己嘛 然後就跟徐甄說 奇怪 我是八千 怎麼回事 那徐甄衛會講說 你是把四個系統加在一起 人這個也會爭執 賴清德的個性就看得出來 唉呦 我說這小事情嘛 對不對 那你本來也是個好意嘛 就是關心大家徹底的情況嘛 這都不是壞意嘛 但是搞得好像變成在那邊 對立在那邊吵 我真的昨天講 我不是開玩笑 看到徐甄衛就想到這個傅昆奇 沒錯 看到傅昆奇我就想到立法院 沒錯 還吃什麼和解飯 就想到總預算 我剛剛仔細看 又看一次 我覺得看起來到底中央地方 不是在這個時候是要一條心來救災嘛 可是你這個過程 雖然剛剛趙大哥客氣的說 這個你就是好意要問他 我是看起來不太像好意 我又是徐縣長 我坐在那裡 我覺得我去用柯企 你知道嗎 我就是我這邊地方上所實際發生的狀況 我告訴你怎麼 我現在需要什麼 你可以問我需要什麼這樣子 那一直在那邊對數字 我覺得那個不信任感我覺得會很高啦 那最近當然賴清德的一些發言 我也覺得是或者是他的一些行為 雖然他們有派人出來做一些澄清 但是我都覺得在在顯示出 他的那個很高傲的一個特質 這是我自己看他啦 就像他最近讓那個他們那個副秘書長 出來做這個專訪 我也覺得蠻特別 也就從他在用人上面 這個副秘書長張敦涵 其實他其實已經在總統府也有一段時間 那我自己看他 我就覺得說他正式開始出來 去扮演的那個角色 好像他開始需要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民進黨大家過去覺得發言人都是吳針這樣子 那我最近就仔細看了 這個吳副秘書長的一個發言 我覺得他好像蠻重用 這個吳副秘書長張副秘書長 不好意思 那他其實是在賴總統 他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在總統府裡面 雖然我們都說他跌床架 但是他的解釋就不是這樣 他就會把很多的賴清德的這個小動作 或是貼心的對下屬的一些噓寒問暖 工作的這個他的這個表現 或者是他平常是怎麼樣跟大家互動 去把他做一個表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也開始去了解 那包含他叫他的這個黨工們 開始開直播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他知道大家 他現在會說有特定媒體要去破壞他的一個形象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在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所觀察到是 他也開始用總統府的 過去這個比較是幕僚的角色 出來去幫他講 就是說他在實際他在工作上面的一個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的 去把他的形象做一個相關的一個顛覆 好吧這個一個這個漫畫很有趣喔 這個近任的將將領跟花蓮縣長賴清德在他們身上 耍官威啦 意思是這樣喔 那媒體的評論說 幹嘛六度結問徐真偉 賴清德把總統做小了喔 那另外呢這個徐總會還蠻有風度的 說我不覺得委屈 感謝總統關心花蓮 總是關心我們人數喔 怕人數少啦等等喔 那這個另外呢就是那個將軍的事情喔 那這個詹敦涵是承認 說是總統府方要求輕鬆自然 並不是將領沒有禮貌 將領怎麼可能那麼沒有禮貌 不可能 但是將領那也有問題啦 總統府事先喔 一定跟你講喔 輕鬆自然 那總統發脾氣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拿 有一個人要出來講嘛 說報告總統不是這樣子 是你們要求的呢 一個人不敢吭聲 一個人不敢講話喔 這也我覺得也也也也 對不對 你將領那麼腰板挺直起來 我也沒有錯 你為什麼亂罵我們 不可以啊 要解釋清楚 我們不是沒有禮貌啊 我們說到少將尊 我們還不知道軍中的規矩嗎 連你那個小少尉都知道了 看到高級長官要喊其力力政敬禮 本來就是這樣啊 看到高級長官一定要喊其力力政敬禮 怎麼到 進那個軍事學校訓練的第一天 就告訴你這樣啊 怎麼會不知道呢 但是你們叫我們不要啊 叫我們做的就好啊 要溫暖啊 要溫馨啊 而且你聽那個 那個顧立雄講 這總統突然就進來了 突然總統沒有這樣突然進來的 我陪外賓見過總統很多次 都是五官 那個世衛長現在前面講說 總統立零 他連總統立零都站起來嘛 不管中外來賓都會站起來 這基本的禮貌嘛 所以呢 賴金城罵這些將軍 張敦和懷孕上說 他總統震怒摔東西是誇大的啦 那總統那為什麼他會傳出來的生氣呢 下面你看很有學問的喔 沒有摔東西 只有問了幾個問題 都問了幾個問題 總統問問題那是很嚴肅的事情喔 對不對 為什麼都沒站起來啊 這次問問題啊 你們受了什麼軍事訓練啊 我當小少爺的時候都知道站起來啊 你們少爺都不知道站起來啊 你們升了什麼關啊 這也是問問題啊 什麼叫 我不知道問了什麼啦 只是呢 他說只有問了幾個 還不是一個喔 好幾個問題喔 什麼問題 這問題絕對不會說 大家吃飽了沒有啊 今天很熱啊 大家小心啊 大家坐坐坐坐 就看起來絕對不是這樣嘛